大家好我是阿天 今天是20212月12號0點17分 這個現在是大年初一了 然後都沒有放鞭炮 不過這個可能是我出生以來過的 最不像年的一個年 其實這個有小孩之後 這個年紀慢慢變大 這個過年的那個感覺 就是大概是這個樣子 就是聚餐啊吃吃飯啊 然後發發紅包這樣子 那至於說呢 今天呢算是 工作比較多啦 比較忙好像每次都在講工作事情 不過還是要拼一下 最近我們家的瓦斯爐 瓦斯爐就是一個檯面的 然後他就爆了 安慰自己說好不好這是發爐 發爐就代表說這個會忘 然後可是呢先花了這個一萬多塊錢 去修這個瓦斯爐全部都換新的 好那就祝大家這個 這個牛年這個事事順心 好那前輩聊完了 我們來看一下齁 原先呢這個我本來想說跟大家聊一下說 這個神器齁職業神器的選擇 就是這個東西齁職業神器萬人碎片 要強化什麼東西呢 那怎麼講呢 就是原先其實我的想法很簡單啦齁 因為第一個呢我覺得就是 如果說你是要為了打牛曲夢境的話 你可以選擇這個炎威之斬齁 炎威之斬 因為炎威之斬基本上呢這個 雖然說目前推出了新的這個 這個怒炎之斬齁 我們邊說邊看好了 這樣比較清楚喔 我們現在是在講戰士 好雖然是說呢這個炎威 雖然說現在推出了怒炎之斬齁 但是怒炎之斬齁 他是生命低於50%的時候 他才會觸發這個增加急速跟吸血 那他增加的攻擊又沒有比較強 他是強在有這個攻擊速度啦 但是這攻擊速度呢 他是說這個一點攻擊速度會使角色的這個 普通攻擊的動作跟攻擊頻率提升 所以說或許這個動的快齁 打的多下這個傷害也會提升 但是呢他的這個三星的這個效果 提升的急速齁吸血齁 32點吸血跟40點吸血 32點吸血就是32%的意思 也就是說你打100點的傷害 你會吸32點的那個血量 但是呢他條件是在低於50%喔 所以說啊我們用這個炎威之斬的時候 通常戰士啦 就是怎麼講 會打這個持久戰嘛 譬如說伊索的打到後期 又或者是說你用扭曲夢境用戰士 然後這個基本上就是打到後面 那個索羅斯齁 越打一直回血 那其實說如果說一般來說 在打扭曲夢境高傷害的這種戰鬥啊 其實戰士都 血通常都是滿滿的齁 因為如果說血低的話 大概就是差不多要掛掉 所以就很難觸發這個怒元之拳的效果 那炎威之斬就比較乾脆齁齁 這個你只要放兩次必殺技之後呢 就會永久提升15點級速 這個三星的 跟12點吸血等級 所以說你放個兩次必殺技 你就會身上就是一直 維持在30點級速跟24點吸血 那他提升的攻擊力呢 也比怒元之拳 雖然說這是四星比三星啦 但是可以看到說這個攻擊 確實是比這個怒元之拳多很多齁 你看四星是16%嘛 然後怒元之拳是8.3% 我們可以看一下說這個 如果說他升到三星的話 是會強多少 升到三星也頂多變成9.1%啦 所以說這個怒元之拳 他提升的攻擊力 確實是比這個炎威之斬少 然後他又有受限於這個 要低於生命50%的這個限制 所以說如果說你要打這個 你要拼這個 這個牛群夢境傷害的話 以現在這個戰士當道齁 然後這個 主要有用到索羅斯啊 然後這個 或者是伊索爾德啊 之類的角色齁 那你可以選擇這個怒元之拳 主要是應該是戰士索羅斯啦 我們這樣子直接看 可能會清楚一點 好因為主要在 有用在這個 打那個 牛群夢境的話 我覺得 我覺得應該就是索羅斯而已吧 其他角色好像沒有 就是啪啪熊的話 提升傷害應該 不是啪啪熊的重疊喔 那當然齁 只有這個 末日敬畏當然還是主角 但是呢 怎麼講呢 這個 因為現在齁 有這個 有這個什麼 那個叫什麼 一直忘記名字喔 有這個叫做 集慾夢境 有這個集慾夢境的這一個 的那個條件齁 所以說變得是說 如果說你已經到達集慾夢境的話 其實九紅末日喔 可以不用培養 像我現在我已經完全沒有培養九紅末日喔 然後你看我的戰鬥紀錄 就這個樣子 所以說 可是呢 這個畢竟齁 能夠卡到集慾夢境的都是少數的玩家 像現在是變成是401級啊 好像最原先是397吧 所以說過了兩個禮拜嗎 增加了4級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 兩個禮拜有辦法追到4級嗎 那你可能要課一個這個粉塵禮包喔 好 我覺得絕大多數的這個中小課玩家 應該都是追不上這個正式服的這個集慾夢境 所以說呢 這個以這個什麼 我們來看看喔 隨便來看一個 以這個打牛體夢境王呢 我覺得索羅斯啊 又或者是伊索爾德是戰士喔 對不對 這些角色都還是屬於戰士的角色 那我們長按這個圖片喔 被打臉了 他用的是怒言之犬喔 所以說不知道是不是這個 這個損血損比較多喔 好 真的是怒言之犬耶 這個抱歉喔 這個太久沒有推圖 整個完全被打臉喔 還好這邊可以看喔 這邊使用的是這個神王之眼 好沒關係啦 反正就是大概是這個樣子 我覺得 我還是覺得這個炎威之戰比較好用 有炎威之戰也有怒言之犬耶 但是如果說這兩個選的話 我會選炎威之戰 好那前面聊那麼多喔 這個影片的標題是神王之眼喔 那為什麼聊到神王之眼呢 因為說 就是我原先是想說 我要生哪個東西嘛 那剛剛聊那麼多流曲夢境 是因為說 我已經進了集運夢境 所以我完全就放棄流曲夢境喔 因為流曲夢境 我現在隨便打都有傳奇 所以我根本就不想要這個 花我的資源去練九紅末日喔 因為九紅末日的話 當然喔 推圖或許用得到 但是我覺得 九紅末日的話 我不如先九紅其他更重要的角色喔 所以大概是這樣子喔 好那可是那是因為說 我是前期有課金有充等啦 所以說我已經在這個集運夢境了 好那另外呢 我覺得比較值得投資的齁 應該還是充贏 充贏法典 充贏法典 那我們來看齁 安之物爾弓齁 因為呢 安之物爾弓齁 如果說你有這隻角色的話 他基本上就是主力喔 不論是競技場的主力 也不論競技場主力 至少是一對嘛 對不對 然後你在玩那個 任何的機制 他都很萬用齁 這個順順發行的這種角色 然後以目前來說 我的這個專30齁 當然要配上專30的亞爾貝德 他在打35張自己也可以扛一關喔 而且我是三紅而已齁 所以說這個炎威之斬啊 對不起 這個充贏法典的這個暴擊增幅 跟這個攻擊齁 我覺得是目前加最多的 那當然現在有這個 新的這個法師神技 焚風之冠齁 他會多造成一次傷害 然後也有這個極速的屬性 但是呢這個 我覺得充贏法典齁 這個 以目前來說 我玩這個安置烏爾弓 還是覺得誰先開大 誰的一面大齁 所以再加上他有這個暴擊增幅 攻擊力也比較強 那所以說呢 如果說你有安置烏爾弓的話 我覺得齁 我還是會考慮 提升 就是選擇把我現在這個 珍貴的這個怎麼講 碎片齁 讓這個充贏法典 提升到五星齁 這是我的目標 那我們再看一下其他的一些神器 其他神器像是這個銀石妖風 我覺得很有用 但是你在往上提升呢 也就是加一些防禦跟生命 我覺得影響不是那麼大喔 那磐石之飛呢 磐石之飛是犧牲自己的生命 去救其他人 那我覺得銀石妖風的出現 我覺得銀石妖風比較好用 所以說你生銀石妖風也可以啦 這樣子坦克就可以多幾個人 裝備銀石妖風 但是他跟磐石之飛也是可以混搭啦 那至於說遊俠的蒼翠披肩 就是我們等一下要測的 那永巢徽季的話我覺得 這個反正那個怎麼講 反正那個輔助的角色都很容易死喔 獲得這個東西可能存活率好一點 但是耗角應該還是最重要 因為輔助的角色就是要讓他拼命開大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永巢徽季 以目前來說我覺得可能耗角還是比較好 而且耗角還有這個屬性 還可以玩那個古王反傷這個 獲得能量16點 然後死亡的時候能量平均分配給友方喔 所以這個之前在那個推圖的影片 甚至上了一刻 就是古王反傷啊 然後甘涉裝上浩角 那甘涉打的比較快 能量累積比較快 然後快速死掉之後 他的那個能量平均分出去之後 古王的能量可能就夠開大了 所以這是這樣的部分 好那聊了半天呢 現在我們是要聊說這個神王之眼喔 神王之眼他主要是加這個暴擊率 然後這個以及這個極速 以目前來說神王之眼還是很實用的這個 這個算是早期的這個神器 那我之前呢 我通常都是給納可露露裝備神王之眼喔 因為像有些角色他是吃暴擊率的 尤其是納可露露 譬如說這個納可露露他的這個專武 然後他是說這個普通攻擊暴擊的時候會擊飛敵人 那擊飛敵人再搭配這個新的角色瑞絲培 就會有這個連...怎麼講 連吸技喔 但是重點不是這個啦 重點是說像這樣的角色他會需要暴擊 那其他也有一些角色是暴擊會觸發一些效果 像納可露露就是 納可露露他用神王之眼呢 有增加暴擊率然後攻擊速度會變快 那當然會更適合 那另外我們來看呢 這個...另外一個遊俠神器 蒼翠披肩 他也有加暴擊率 但是加的沒有那麼多 可是他是增加護盾喔 那總而言之就是反正就是 剛剛在想說職業神器要怎麼搭配啊 突然想到是說 到底神王之眼這個物理減傷率是什麼東西啊 就是受到物理攻擊會減傷嗎 那到底這個減傷的效果是如何 然後我查了一下我沒有影片去錄這個 所以我就簡單做了一個測試 那我們來看一下圖片喔 這圖片大概是這個樣子 我就找了一個35張的關卡 然後可以看到這個納可露露的這個動作 這個動作就是直接被秒 所以說開場 而且我是穿好裝喔 穿滿裝喔 T2的裝喔 那開場呢 這個第一個圖是 沒有裝備神王之眼 這個一開場 那個賽西里亞切過來 一個普通攻擊 沒有爆擊喔 就直接被秒了 所以說沒有裝神王之眼的話 納可露露是受傷 24966k 好那第二張圖 第二張圖是這個 這是35-16的那個主線關卡 那第二張圖是裝上神王之眼 裝上神王之眼之後呢 這個動作一模模一樣樣 這個納可露露依舊是被挨了一刀 直接死喔 但是傷害變成22469k 好那我們就計算一下 24966k-22469k 等於說是少了2497k 那少了2497k 是這個24966k的多少%呢 那這樣除下來的就是0.100016 好沒關係 反正這個是計算機的嘛 就直接貼上去 所以說剛剛好 不多也不少 就正好是10% 當然那個 因為後面有那個K 所以說後面還有一些小小的那個書 那我們就不管了 反正就是10% 就這麼單純 你裝上去之後呢 這個 這個物理減傷率 物理減傷率呢 就是說你受到這個物理傷害攻擊 你就是這個 少掉這個10%的這個傷害 可是呢 這個以後面的推圖來說呢 我們看這張圖喔 不論是有裝跟沒裝 其實動作都是一樣的 有裝也是死 沒裝也是死 都是開場死 這個賽西里亞切過來呢 只要是普通攻擊 你命中了 當然納可露露是有機會毒散啦 可是不管怎麼樣呢 就是他只要命中了 就是直接死了 你可以看到那個賽西里亞是加200能量 好那我們來看第二張圖喔 好 第二張圖呢 這個我們就不計算這個護盾量了 第二張圖呢 就是說如果說納可露露 他穿上了這個蒼翠披肩 雖然說這個剛剛是比較推崇 說神王之眼 裝暴擊率啊 然後暴擊之後 增加急速是比較有用 但是活不下來啊 那如果說裝上蒼翠披肩的話 開場這個展下去呢 就很有感喔 因為這個三星是說會 戰鬥剛開始的時候 可以獲得自身 最大生命值60%的護盾 持續8秒鐘 然後護盾存在期間是增加25%攻擊力 但是呢 但是但是就只有戰鬥剛開始 也不像神王之眼喔 你在這個整個戰鬥過程中 你都可以獲得神王之眼 增加急速的這個效果 你只要一直暴擊 一直暴擊的話 那可是暴擊率 他就只有開場了這個8秒鐘 就是一開始你有個護盾 然後持續8秒鐘 如果護盾存在的話 你可以增加攻擊力 可是就是說 這個兩個差別就是在 活得下來跟活不下來 所以說這個開場就變這樣子 被斬了一下 然後這個扣了一大堆這個護盾值 然後你看 藍藍的護盾值還有一點點喔 所以說這個差很多喔 所以這樣子我的納葛露露就活下來 然後接下來呢 這個後面的這個戰鬥流程也不一樣喔 因為活下來之後呢 這個納葛露露本身有自保的技能喔 他就做了這個老鷹齁 就飛進去了 好那不管怎麼樣呢 這個就是蒼翠披肩 跟這個神王之眼的那麼 一點細微的差異喔 但是這個 反正我們推圖就是無限刷嘛 現在這個推主線啊 也不會說要你一次推過 所以說 就算你是直接被描 你也可以賭到他閃避嘛 對不對 就像以前對付阿塔莉亞那個樣子 好那講那麼多 就是大概講一下這些職業的神器 那我現在呢 已經累積到500個碎片 那我會選誰呢 我還是選擇這個安芝喔 因為我在35-16的時候呢 不是16啦 12張的時候呢 那個推圖的紀錄呢 我本來想說 我的這個安芝武耳光 還沒有9紅喔 只有30紅三家具而已 然後當然亞伯的一定是賺30啊 這個樣子 那我覺得這個 不知道傷害夠不夠喔 因為那個 怎麼講 35張真的真的算是蠻難的 結果打下去的時候 發現還是不錯耶 因為畢竟這個 這個轟下去之後呢 安芝還有這個 死亡是所有生命的終點 再這樣子轟下去搭配 其實收頭算是蠻快的 所以我現在也是在努力的 幫安芝這個累積9紅家具喔 那我覺得要發揮 安芝最強大的這個 的那個效果呢 當然就是不斷增加攻擊 攻擊還是攻擊喔 所以這個暴擊增幅 我覺得是一個蠻珍貴的屬性喔 然後當然 他增加的攻擊力也不錯 那這個 另外一個這個 新的這個法師 焚風之罐喔 我覺得他雖然說 是有珍貴的級數 但是這個級數的 點數並沒有很多喔 因為我們看這個 他剛剛是8點嘛 3星 這個 5星的號角是15喔 當然這是5星啦 我們可以看一下焚風之罐喔 現在3星是加8嘛 對不對 那如果說是4星呢 4星也才加9 然後攻擊力是16.8 然後他加的是防禦力 但是可以看到剛剛那個 蒼翠B間的那個圖案喔 他加的這個防禦力呢 我覺得這個還是被秒 還是被秒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 所以說 既然都是被秒的 我們就賭這個爆發性吧 所以說 如果說我有安芝的話 我會賭那個 那個安芝的攻擊力 希望說他的攻擊力 更加一步的提升 所以這個珍貴的500個職業的那個萬用碎片呢 我就選擇給這個聰穎發點 然後你看 他可以增加暴擊增幅 增加到20 然後生命增加 攻擊力再加1% 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 所以這是我的選擇 給大家參考一下 然後順便呢 就是測試一下 到底 神王之眼的那個 物理減傷率是什麼東西喔 好 那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